大家好,基辅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 看来泽连斯基政府要推翻普京政府 大家知道拜登之前公开讲话要推翻普京 现在看来美国有所行动,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 在基辅的新闻发布会上 来自于俄罗斯政府投降的士兵出席了记者会 他们表示愿意对抗克里姆利公 所以成立了托去俄罗斯军服 成立了俄罗斯解放军 这个俄罗斯解放军也公布了自己的旗帜 它的旗帜是俄罗斯国旗没有了下面的红色 红色由白色代替 就是白蓝红变成了白蓝白 就是封面这个弊章 那个俄罗斯解放军它的最新的标志 实际就是把这个红色去掉了 红色在俄罗斯人看来第一代表俄罗斯民族 第二其实代表了布尔什维克 基辅方面也表示 现在俄罗斯解放军已经开始进行军事训练 那么人数没有公布 他们已经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 进行这个英国的NLAW反坦克导弹的训练 未来将被派往乌东地区作战 那这个俄罗斯解放军呢 你从它这个徽章上可以看 没有下面的红色 为什么没有红色呢 红色在俄罗斯人看来呢 也代表什么布尔什维克红军 实际上呢 它的反共就是反布尔什维克 这种意识形态非常明显 那提到反共呢 实际上二战时期啊 这个弗拉索夫他领导俄罗斯解放军 就是打着这个反共的旗号 反共的旗号与苏军作战 现在呢 基辅政权呢 成立这个俄罗斯解放军呢 就是利用这个俄罗斯国内这个反共 大家知道 现在在乌东地区作战的啊 打着这个苏联 前苏联国旗红旗的 实际就是俄共的人 俄罗斯共产党的人 在这个东部地区啊 顿巴斯地区作战 有很多这个左翼的人员 左翼的 那他呢 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布尔什维克 这种意识形态 那么他反对纳粹啊 反对顿巴斯地区的这个亚素营 新纳粹主义 实际就类似于二战时期啊 这个纳粹德国和苏联啊 和斯大林这个苏联布尔什维克 我打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弗拉索夫啊 弗拉索夫呢 是前苏联的名将啊 他是中将啊 实际上呢 他参与了基辅的保卫战啊 后来被德国俘虏啊 后来变成这个反共的啊 反共的一支主力啊 也就是投降了德军啊 那1941年8月呢 这个德国闪击基辅啊 弗拉索夫呢 被任命为第37集团军的司令 那弗拉索夫上任后呢 收拢前线溃败的速军士兵 重整了第37集团军 并迅速组织起防御 8月8号呢 德军第6集团军啊 第29军进攻基辅 弗拉索夫组织的抵抗啊 获得了成功 8月中旬第37集团军 击退了德军在基辅西南的攻势 守住了基辅的正面防线 为了表彰弗拉索夫的功绩呢 萨林啊 用飞机专程将弗拉索夫接到莫斯科 授予了列宁勋章 并任命为保卫莫斯科的 第20集团军的司令 1941年11月 德国的莱因哈特的第三装甲集团 集群以及这个赫普纳的第四装甲集群 从北面突破了苏军的防线 那弗拉索夫呢 很快率领第20集团军 以强行军堵住了突破口 在库兹涅佐夫的第一突击集团军的支援下 弗拉索夫在德米特罗夫和伊克沙湖之间 发动反攻 把德军阻挡在莫斯科运河一线 那12月6号开始大反攻中啊 第20集团军 与别洛夫指挥的禁卫骑兵第一军 联克德军战略要地 将德军驱赶到马拉河 鲁扎河一线 并收复了莫斯科前沿地带 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那2月5号呢 德军反攻啊 第20集团军呢 被莫德尔的德第9集团军包围 那弗拉索夫呢 出逃 成功的突破了包围 但是第20集团军被全监 尽管莫斯科保围战最后呢 苏军没有完全胜利啊 但弗拉索夫仍然以战绩优异 获得了红旗勋章 晋升为中将军衔 后来呢 弗拉索夫在守卫 瓦尔代地区时啊 由萨林决策失误 发起全线反攻 又被德军包围了 但是弗拉索夫指挥部队 又成功突围了 得到萨林的赞赏 甚至一度被考虑啊 出任萨林格勒战线的总指挥 后来呢 因列宁格勒方向吃紧啊 就没有任命他啊 前往斯大林格勒 所以可以看弗拉索夫在啊 苏联红军中啊 他也是 那么1942年的3月呢 弗拉索夫啊 出任沃尔霍夫方面军的司令 支援列宁格勒 4月呢 带重病的克勒科夫 出任了第二突击集团军的司令 此时呢 第二突击集团军呢 受德军的半包围 战斗力不足 5月下一旬呢 苏军最高统帅部 大本营决定 让第二突击集团军突围 但是呢 情报被德军缴获 第二突击集团军被完全包围 萨林呢 钦点华西列夫斯基前线救援弗拉索夫 第二突击集团军一度获得了德军缺口 转移了大量的伤员 但不久又再次被包围并全歼 7月12日弗拉索夫被抚 据说呢 当时弗拉索夫已经受到走动道啊 那苏联方面呢 对第二突击集团军的突围记载 表示呢 弗拉索夫在组织突围时 毫无作为 开始呢 苏联认为他已经死亡了 但实际上他被俘了 那斯拉索夫被俘以后呢 先是被囚禁 很快被德国情报人员策反了 他发表了 我为什么走上反对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路的公开信 成立了解放俄国人民委员会 并进行反共宣传啊 谋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俄罗斯 此间呢 他也开始谋划日后的俄罗斯解放军 数次呢 到苏军战俘中宣传 获得了苏军战俘的部分支持 他在1942年被俘以后呢 德军高层呢 对他成立俄罗斯解放军呢 并不在意啊 德军包括希特勒本人啊 实际上对弗拉索夫呢 并没有怎么弃重 1944年呢 因为战局不力啊 所以呢 希特勒也在开始考虑成立俄罗斯解放军 44年下半年呢 弗拉索夫获准成立俄罗斯解放军 包括陆空两军 人数有5万人 士兵呢 指挥官来自于战俘和欧洲的俄国侨民 建军后呢 各原有的反共白军都来投奔了 人数最高达到10万人 1945年2月9号呢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次参与了对苏实战啊 但不久呢 第一师的师长希尔盖布尼亚琴科 便意识到局势不可逆转 不愿再为德国效力 从奥德河前线撤下转往捷克与主力会合 德军指挥官啊 菲迪南施尔纳亲自前往挽留 但一番唇枪舌战之后呢 他意识到无法挽留住俄罗斯解放军 弗拉索夫和下属呢 也意识到苏军势如破竹 被求战争结束后自保 与中立国瑞典和瑞士曾经进行过接触 但是呢 没有结果 弗拉索夫呢 和俄罗斯解放军 实际当时呢 在布拉格啊 由于这个布拉格当地呢 是德国傀儡政府啊 爆发了反德起义 那起义者力量不足 这个时候的盟军呢 苏军都没有到达布拉格 在布拉格最大的一支力量呢 就是弗拉索夫这支俄罗斯解放军 所以起义者呢 派代表向捷克境内这个俄罗斯解放军求援 弗拉索夫呢 和谢尔盖啊布尼亚勤科认为如果帮助起义者 将来呢 可以避免盟军的啊 惩罚 所以呢 同意啊 同意帮助起义者 反对德国 5月5号呢 俄罗斯解放军正式出兵 很快基本控制了布拉格的全城 但是斯大林呢 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立即派莫洛托夫 向捷克斯拉伐克流亡政府首脑 贝奈斯施加压力 迫使贝奈斯放弃与俄罗斯解放军的合作 同时呢 科涅夫受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 加速向捷克方面的进攻 艾森豪威尔也受苏联的压力 命令已经进入布拉格市区的巴顿 巴顿将军放弃进攻布拉格 5月8号 弗拉索夫等人撤出了布拉格 不久呢 弗拉索夫和其部下呢 在东西夹击之下被扶 但是被哪一方俘获呢 现在有争议啊 到底是被美国人俘获呢 还是被苏联人俘获 现在有争议 但是最后呢 还是落到这个苏联人的手里边 落到斯大林的手里边 1946年8月1号 他被苏联判处绞刑 另外呢 他手下的这些军官还有士兵 全部处死 这是弗拉索夫 他最后的一个结局 苏联解体以后呢 俄罗斯官方对弗拉索夫 以及俄罗斯解放军 这个态度呢 也是不同的 对俄罗斯解放军 有一部分官兵平反了 给予了正面评价 对弗拉索夫本人 一直没有平反 认为他是叛国 这是弗拉索夫 俄罗斯解放军 那么基辅成立俄罗斯解放军呢 带有这个反共的意识形态啊 他把下面红色去掉 反共 现在在敦巴斯地区呢 实际上反纳粹的主力呢 就是俄共的人 俄罗斯共产党的人 还有一些这个左翼的人士 左翼和右翼呢 实际上现在正在敦巴斯进行激烈的交锋 你从这个俄罗斯解放军的成立来看呢 美国也正在利用这个意识形态 自由俄罗斯 自由民主 我现在呢 了解到啊 这个自由俄罗斯 他的出资人是谁呢 大家其实不陌生啊 是俄罗斯的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 大家知道霍多尔科夫斯基呢 一直想推翻普京政权啊 所以呢 他出资成立俄罗斯解放军 我介绍一下霍多尔科夫斯基啊 那霍多尔科夫斯基呢 是俄罗斯流亡海外的企业家啊 公众人物 1963年6月26号出生 他现在国籍是瑞士啊 那他1997年到2004年呢 出任尤科斯石油公司的总裁 2004年呢 是俄罗斯的首富 当时估计的资产是150亿美元 2004年150亿美元 全球排名第16位 他的发家史呢 我简单说一下啊 苏联的这个戈尔巴乔夫 经济改革失败以后呢 霍多尔科夫斯基呢 实际上快速发展成 这个共青团经济中啊 第一批啊 觉得这个低筒金的人 就利用这个苏联的 共青团经济啊 实际上我之前讲过 乌克兰的美女总理寂寞生科 他也是利用共青团经济啊 发家的 他的这个老啊 老公共 那就是前苏联乌克兰 乌克兰地方的这个 共青团的主要领导人 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共青团 他有这个引进外国的 青少年影片的这个 电影录像带的这个 特批手续 然后开了录像厅啊 往外出租 西方的一些录像带 青少年录像带 开了录像厅 然后逐渐逐渐 积累了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 苏联一解体 拿着这个第一桶金 开始国有化 私有化 国家财产私有化 实际上呢 都是共青团啊 实际上你个霍杜尔科夫斯基 和这个寂寞生科 你看都是利用共青团 苏联苏共的这个 特权经济嘛 说白了就是特权经济 霍特尔科夫斯基呢 他的第一桶金呢 是注册了叫梅纳捷普银行 苏联的第一批私人银行 苏联接地以后呢 霍特尔科夫斯基 在俄罗斯私有化 烙潮中啊 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 1995年啊 他的这个银行的收购 处于亏损状态的 原国有石油企业 尤克斯 霍特尔科夫斯基 成为了尤克斯总裁 1999年以后呢 得以国际油价的飙升 管理技术和条件的改进 尤克斯成为俄罗斯 最大也最成功的石油公司 那2002年起呢 俄罗斯政府启动了 多项针对尤克斯的犯罪调查 03年10月25号呢 霍特尔科夫斯基 以必要证人名义被逮捕 进行拘留程序之后的 十几个小时之内 遭到以欺诈和逃税为罪名的起诉 普京呢 随后冻结了尤克斯的资产 一系列打击措施 导致尤克斯股价崩溃 2005年5月 霍特尔科夫斯基 背叛罪名成立 处9年监禁 2004年起 尤克斯的大部分资产 遭到俄司政府的没收 或低价拍卖 2006年6月15号宣布破产 2007年霍特尔科夫斯基 和商业伙伴 普拉东 列别杰夫 再次到处调查 2010年12月 法庭判处霍特尔科夫斯基 和列别杰夫 盗窃罪名成立 二人被追加刑期14年 后减刑至10年10个月 那么2011年 欧洲人权法庭裁裁定 2003年至2005年 尤克斯案第一次判决期间 俄罗斯当局多次违反 欧洲人权公约 2013年12月20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特赦霍特尔科夫斯基 霍特尔科夫斯基 离开监狱后 飞往德国柏林 随后前往瑞士定居 我之前说过 这个拜登政府 是一定要推翻普京政权的 实际上美国一直在计划 颠覆普京政权 在俄罗斯搞颜色革命 那你从现在 霍特尔科夫斯基 出前成立俄罗斯解放军 再到现在乌克兰战争 基辅当局 公开支持俄罗斯解放军 我觉得在未来 在俄罗斯国内 会有这种政治风暴 就是有颜色革命的危险 所以我再提醒 在俄罗斯的华人 在俄罗斯国内华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另外也应该提前有准备了 特别在莫斯科的 俄罗斯很有可能 也出现这种颜色革命 或街头的暴力 那这个俄罗斯解放军 虽然现在人数很少 并没有什么影响力 它人数现在也就十几人 现在我了解只有十几人 但是未来这个趋势 特别是如果得到西方 得到美国公开支持 一些流亡海外的俄罗斯 这些富豪 掏更多的钱 来支持推翻普京政权 利用这种军事化组织 推翻普京政权 那非常值得关注 我之前讲过 这个白俄罗斯也成立了 白俄罗斯解放军 你看看 现在西方对俄罗斯 对白俄罗斯这种颠覆 这种政权的颠覆 我觉得中国也要提高警惕 中国要提高警惕 西方现在公开支持 这种军事化颠覆 一国政府了 军事化颠覆 普京政权 实际就是在俄罗斯 制造动荡 我觉得中国要提高警惕